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很多KFK预言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呢,我们重点将讲述KFK的未来世界涉及到的各种主题 比如说灵性啊,未来学啊,神秘学啊,等等相关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 据说啊,金正恩死了 那么朝鲜未来之路会如何走呢?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我想说呀,KFK预言的朝鲜未来之路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应验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消息 最近推特上很多的消息都指向这个胖子啊 而且还是一个80后 80后在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苦逼的一个年代的人 但是呢,对金正恩来说 他应该说是最幸福的一个啊 每天挂着笑容啊 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 当然最近他有一些不好的消息 这个说的是,这个是一个日文的消息 说是金正恩啊 因为一个手术以后 出一个grave danger 也就是出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当然这个消息呢,是4月21号的 然后呢 呃,这个消息源 好像是从CNN来的 CNN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啊 船尾的一个媒体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肯定遇到了危险 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呢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媒体说 这个韩国的一个说什么 没有迹象表明金正恩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说是他近期还参与了一些活动 所以这个信息到底哪一个属实 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朝鲜的信息 如果说出现突变的话 他一定会信息管控 谁也不知道到底会出什么状况 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更多的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也就是相当于说韩国媒体 他实际上也确认了就是啊 金正恩本月12号接受了心血管方面的手术 那么这个肯定是属实的 他因为接受了这个手术以后呢 他最近一次露面是在4月11日 也就是12日接受这个手术 11日最后一次露面 他手术之后 他连这个啊 4月15号的这个太阳宫纪念金日成诞辰的活动 都没有参加啊 这个都是新闻媒体上都可以看得到 大家一查就知道 所以呢 这个金正恩他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状态 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也不知道 然后还有消息源说 金正恩之所以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啊 是因为跟他做手术的是一个Chinese doctor Chinese doctor 然后这个Chinese doctor在帮他做了心脏手术以后呢 似乎导致了他感染了这个COVID-19 啊这个virus 所以呢我们 谁也不知道 也有人说是Chinese doctor 准备 啊 assassinate him啊 就是故意派这样的一个医生过去 所以现在的这个传言太多了啊 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消息是准确的啊 但是这个他做了手术这一点应该是明确 然后呢 他有可能因为手术以后各种原因 是不是因为virus或者是本身这个手术就没有做成功 导致他现在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接受了心脏手术以后呢 有的说他恢复良好 但是现在呢 有CNN也说了 他可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要不然他怎么连这个北韩的最大的重大的这个庆典太阳节 他每年他都会参加的 大家看看每年的那个报告 从他登上这个皇帝的位置以后 大家看看这几年 他每年都参加这个太阳节的活动 4月15日 这个是朝鲜来说最重大的一个节日 但是他今年缺席了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 说明当时他的这个状况非常的不好 那么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些其他的啊 当然这不是一个官方媒体啊 这个是美国的一些官员啊 他们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 呃一些政府的官员发的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消息到底是确是不是啊 属实就是说他已经是 is brain dead 也就是出于一个老死亡的状态 如果是老死亡 那就等同于已经死亡了 所以如果是出于现在这种状态 那也就是意味着金正恩真的死了 那么他死的话 如果真的死在今年的话 那他真的是死在了本命年 死在了本命年 他应该是84年 84年现在是2020年 正好36 本命年死亡 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 同时呢 今年还是一个庚子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发生了多么多的 这个重大的事情 全球倒数第一的 对吧 这个 皇帝死了 这个最 有感受的是谁呢 当然就是倒数第二的 如果说他真的死了的话 我觉得呀 他的这种死亡 真的是一种自作孽 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神之惩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 金正恩他实际上一直有烟瘾 而且烟瘾非常大 大家看到了 对吧 你看 所有金正恩他的这个视频出来的 他时不时都会夹着一口烟 而且他一直是很肥胖的 这号称是全朝鲜 只有他一个胖子 其他都是瘦的 对吧 所以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坏习惯 暴饮暴食啊 然后也没有 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没有任何人一个人敢去 给他提供任何的 所谓的这个金玉良言 对吧 他可以任意的去想 所谓的去享受 吃啊喝啊 然后美女啊 所有的东西 就像古代的这个皇帝一样 对吧 过足了各种各样的瘾 也所谓的瘾 也就是他的这个身体之欲嘛 口舌之欲嘛 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他一直去于这个所谓的马斯诺需求的最低层次 所有的身体的需求 他可以最大化 因为他拥有在朝鲜拥有绝对的权力嘛 权威嘛 对吧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自作孽 因为没有任何人敢跟他说 哦 不要抽烟了 抽烟不好 可能他爸爸在世的时候 可能会限制他 你不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他爸爸死了之后 对吧 他当船了 没有任何人去限制他 他自己所谓的去追求各种人生的享受 只不过是追求这个死亡之路 我们看到了他现在真的 对吧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神之惩罚 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这个独裁政府 对吧 他限制老百姓的创造力 结果导致整个朝鲜的这个各种技术水平 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你看连他们做一个心脏手术 都还要请外国医生 还要请中国医生 中国本身这个技术就不行 对吧 但是也没办法 对吧 也就是中国可以称之为他的这个好兄弟啊 应该说是中共 是他的好兄弟 对吧 所以他的这种死亡本身来说就是自作孽 他总总作为迟早是灭亡的 恰好这个时间点就在今年 那么朝鲜未来之路会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金正恩死了以后 其实朝鲜的未来之路 我觉得在金正恩死了之后应该是更加的光明 为什么呢 实际上呢 KFK已经对此做出了预言 当时有朋友问 社会主义建设到哪一步呢 然后KFK说 我来的年代 朝鲜古巴都已经不再走这条路 当然古巴我们可以放在后面再去说吧 朝鲜不再走这条路 那这个是一件好的事情 朝鲜为什么不走这条路了 你看看 独裁者死了 金森胖死了啊 就是第三代啊 金家的第三代死了 相信后面应该没有再像这样的这个独裁者 当然我这个只是一个乐观的预计 也许他们后面还有这个所谓的劳动党拔船 但是这个至少要比他现在的这种状态好 再加上他周围 他还旁边还有韩国 对他施加影响力 相信他后面的这个道路 应该会越走越好 这个对朝鲜人民来说 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当然这个对统治者来说 他们可能会伤心 那个无所谓了 我们需要的就是朝鲜人民 希望他们真的能够走上幸福之路吧 那么当然这个其实也提醒了 所有的独裁者和独裁政府 金三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一个例子 给予我们的就是 正义他可能会迟到 但他绝对不会缺席 这个是必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之路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哟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下一期节目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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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